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才知道女友是台湾军情局间谍等案例 中国网友纷纷留言擦亮眼睛守护国家安全保持警惕 不过被中国说是立盟局参加的台独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计会就说太扯了 他是协计会的志工 他也不知心 被要求要表明自己是台独跟港独势力的连结的骨干分子 那今年投给蔡英文的817万人都是台独骨干分子 他要你是犯嫖妓罪你就会犯嫖妓罪 他需要你是间谍罪你就会变成间谍罪 当然是要做他的宣传 这个是很明显的草木皆兵的味道 然后就扩大解释 蓝绿立委也认为中国为了大外宣硬是乱缴案例充数扩大解释 陆委会也叫中国停止栽账 对岸恶意政治炒作诬陷我方人员从事间谍行为 其动机令人不耻 陆委会要证告中共当局 停止以构陷编造入隽的方式 无端栽账我方人民 为了在台湾国庆后重申反台独论调 中共随便抓人硬是灌水城 抓到重要台碟不只让台湾人民气愤 也不会得到国际认同 三立新闻李维廷周宁台湾报道